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起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 各位早安 我是贝贝 各位早上好 我是战东 今天是2019年的5月1号星期三 欢迎各位在大清早打开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在这一开始还要祝各位假期愉快 说到假期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要去外面去玩一玩 我觉得今天应该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但是说到这个外出旅游 尤其到了五一节的时候 各个景区的人特别多 很多朋友选择自驾游 但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停车难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也不选择出去玩 老是怕碰见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在这工作了 是吧 对对对 我们俩互相鼓励一下 不过真的是说到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措施的 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参考 有一些城市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纷纷开放了这个政府机关的停车场 比如说像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 浙江渠州就向游客免费开放了65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3000多个停车位 同时市行政中心食堂也向游客开放 按照成本价18块钱来提供当地特色的中餐 你看这听起来多好 多方便 其实此类的举措在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说在江苏扬州也规定 在今年的清明节 劳动节及国庆节期间 开放11家单位的内部停车场 开放三个单位的内部食堂 对于公共机构打破传统观念 对外开放很多网友也是纷纷点赞 没错 开放内部停车场还有内部食堂 一方面是为游客提供了便利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盘活了假期里的闲置资源 也实现了资源共享 对此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引导更多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 参与假期中的对外开放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摇一摇 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讨论 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会对这样一件事做更加详细的报道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摇一摇 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 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 那今天的节目 你将还会看到以下的主要内容 不写作业母辞子孝 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辅导作业很上火 亲妈打伤儿子眼 国际不打小孩日 像棍棒教育说不 关注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34个展员打造中华园艺展示区 记者探秘中国馆 沿用古法确保162天会期鲜花绽放 红枣价格大跌 枣农不盈利 行情低迷 企业减少红枣收购 转向代加工 红枣期货上市 产业迎来避险工具 热带气旋 肯尼斯在莫桑比克登陆后 已造成41人死亡 上万人无家可归 联合国正加紧展开救援工作 聚焦热点事件 搜索时事新闻 下来走进咱们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上榜有这样三条新闻 第一条是国家统计局的消息 去年农民工总量接近2.9亿人 4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0.1% 高技术制造业零跑 以及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 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 接下来我们来逐一了解 首先来共同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亿8836万人 比去年是增加了184万人 与2017年相比 外出农民工更倾向于在省内流动 我们来了解 从农民工的输出地看 2018年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出来的农民工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西部地区比2017年多了100万人 而从东部地区出来的农民工继续减少 2018年比2017年减少了约20万人 从农民工的输入地看 到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加幅度较大 比上年增加约200万人 而前往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 则呈现出减少的态势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昨天是联合发布了4月份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 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 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内 值得关注的是 4月的高技术制造业继续领跑 且小型企业紧急度明显回升 数据显示构成4月PMI的权重单项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比上月分别回落0.6和0.2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1季度的均值1.1和0.8个百分点 且处于近7个月以来的较高景气区间 表明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生产平稳增长 此外高技术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回升继续领跑 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创出10个月高点 表明制造业转型升级进度加快 而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的差值缩小 也使得企业利润空间有所改善 特别是煤炭钢铁行业价格升幅较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小型企业PMI回升至6个月以来的高点 且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表明近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效果正在逐步地显现 那么小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以及市场预期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是显著提高 装机规模新增1124万千瓦 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885亿千瓦时 是同比增长了13% 好 媒体全搜罗 新闻再发现进入到今天的媒体新势力 我们来看一下上网的有这样5条新闻 首先来共同关注第一条 前两天我们报道了在山东灵沪一处景区 三名游客是盗走了上百万年才形成的钟乳石 事件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昨天灵沪警方表示犯罪嫌疑人 单某友任某平已经被刑事拘留 两人在警区还指认出了多处监控 没有拍摄下来的破坏点 我们来看 损坏程度比较严重 整个鼻翼鸟的尾巴都已经无垢的存在了 鸟的翅膀都被砸掉了很多 在洞内发现了很多处 这没有缺少的证据 只能是现在我们来报案 已经一个来报案 昨天晚上的时候 人员已经就是疑伤了 然后今天早上呢 公安员就已经把这个鞋鞋 带到了我们警区 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指认 包括他指认了一些 监控没有拍摄到的地方 故障 就是他驱逐已经中午时 也被公安机关的人员拿过来 进行一个比对 用了几百万年时光沉淀形成的警官 就这样被破坏了 别说几乎是不可能修复 就算是修复了 它也是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像这样无视规则 肆意妄为 面对大自然的馈赠 不知感恩 只知破坏的人 没有一处警区在欢迎他们 唯有严惩重罚 才能够让更多人引以为戒 五一假期已经到了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坚守 这道文明的底线 一定要对不文明的行为说不 让美丽的风景 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 让自己的任性可以得到收敛 好 关注完这条旅游的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 跟旅游相关的消息 很多人都知道 用学生证买门票是可以打折的 有些甚至还可以免费 能减少不少钱 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学生证的主意 也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商机 于是就大量的在网上出售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假的学生证 这价格从35元到60元不等 号称是一正在手 完遍全国 网上出售 Did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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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解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积血深度大概在1.5毫米 然后瞳孔也变形了 变成许D状 不是原本的原形 然后一次眼睛 眼睛也高了 三十几四十将近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 还是比较严重的 经过三道四天的治疗的话 这个小孩子呢 前方的积血吸收了 眼睛也下降了 然后就出院了 我想这位母亲 事后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真是要把孩子打坏了 那余生呢 可能是只能是在愧疚当中度过的 当然对于陪孩子写作业的问题 有一句话形容到还挺贴切的 这说不写作业母辞子孝 一写作业就是鸡飞苟条 其实呢 其中的无奈和辛苦 相信很多家长都体验过 也都懂 但是孩子不听话 就只能靠打来解决吗 昨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相信很多网友 在网上也看到了 是叫做国际不打小孩日 也称为无巴掌日 目的呢就是为了宣传 反体罚的儿童人权观念 那就像刚才篇的当中放的那样 其实啊 这个打屁股啊 伤耳光 拧耳朵 您的随手动作 可能带来的就是巨大的伤害 这些都是不可逆的 甚至还可能会致命 所以呢 对待孩子呢 请懂得引导和尊重 倾听一下他们的心声 用宽容和耐心来陪伴孩子成长 不仅是在某一天 陪伴孩子的整个过程当中啊 都应该向提法说不 好 我们在这接着来看新闻 你是不是经常在朋友圈 看到类似的一些微整的广告啊 比如说这割双眼皮的 是吧 打玻尿酸的 纹绣霉的等等 看起来呢 价格都不高 效果又不错 于是很多人都觉得很动心 但是真相啊 却令人毛骨悚然 近日湖北襄阳的邹女士呢 是到某美容机构学习 这交了1780元学费 理论课上完之后呢 他收到了一堆鸡翅 干什么用呢 人家说了 只是用来割双眼皮的 是训练方式的一种 这种方式到底靠谱吧 是说两天的课程 但是没有说百分之百让你学费 他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把这个技术交给你 至于你怎么练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也是要技术 但是学习我不可能上真人了 他们现在都没技术 我要上真人 我才真正的是犯罪 只要动针 你又没有学习这个针 是不是 能给你学都是划钩的 你这些都是违法操作的 这个就是这个线 这些针也不允许啊 用这个线 这个针突然把这个盐碟板翻起来 把这个针从这个盐碟板里面拉出来 我们比如说请的外地的老师 不要紧急 包括这个技术 一张全会已经很不及了 我们不是涉及到 跟你说像那种风险的 我又不开刀又不下路 我们只负责教技术 要便便你要拿到 卫生许可证 或者等等这一些 因为你要食饭跟真人了 耳朵有点搞不好 后期也有个感染啊 很正常啊 这隔着屏幕啊 我都觉得眼睛很疼 你说这家美容机构到底有多大胆 靠这样的培训方式交出来的学员到底是厨师呢 还是美容师呢 如此草率的练习啊 这美容不变毁容才怪 据了解呢 在我国通常一个整形医师呢 是至少经过三年的专业培训 才可以考取职业医师证 像这样只要三四天时间 培训出来的整形师 给消费者制造的 不可能是美丽 只可能是噩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 接下来是由贝贝为您打来 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 欢迎来到第一时段的看天下 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9号下午6点多 中猛边境 呼伦贝尔 星巴尔虎 右旗突发强沙尘天气 下午6点左右 大风卷着漫天的黄沙 形成了百米高的沙墙 遮天蔽日 瞬间呢将草原淹没 原本晴朗的天空 变得是一片昏暗 能见度一度是降到了不足5米 那这个沙尘暴过后 草原上就开始刮起了七八级大风 直到当天晚上20点钟 当地的沙尘天气 才开始逐渐减弱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广东 昨天上午 早高风期间 广东省广州市迎来了短时暴雨 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强雷电 广州多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受暴雨天气影响 广州市道路出现积水 早高风交通受阻 现在是4月30日的上午9点钟 我们看到从西向东的雷雨云团已经到达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位置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天空气是白茫茫的一片 下起了漂泊大雨 在今天早上的7点40分左右 广州市气象部门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广州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也从8点半启动了广州市的气象灾害 雷雨大风三级应急响应 这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个街道 那么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 这里已经出现了积水啊 根据我们在前方的目测呢 这个积水最深的地方大概是有20厘米左右 那么索性啊 这个积水的路段并不是很长 大概是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 在这个路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辆市政部门的这个工程车辆 他们在这个积水点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预备工作 一旦是有车辆出现这个涉水的情况呢 他们也可以马上的进行一个救援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我们看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降雨呢 已经减缓 但是呢 现在正好是处于一个早高峰的时间啊 路面上车辆比较多 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 路上比较湿滑 所以我们在前方可以看到啊 我所在的这个滨江路 这是广州市的一条主干道 这个滨江路呢 已经是出现了交通缓行的情况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啊 天气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早上我出来上班的时候 发现北京的天气还确实不错 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气象主播韦威 让她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韦威早上好 早上好贝贝 假期快乐 好消息是 今天全国大部啊 假期的第一天天气都不错 适合出行 尤其是中东部大部 除了台湾海南等地 是稍微大些之外 其余的中东部大部呢 都是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 今天全国大部都会在升温当中 迎来假期的第一天 升温过后呢 中东部大部的最高气温 都能够达到20度以上 其中呢 尤其是华北的南部 黄淮的西部和北部 以及南方多地呢 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25度以上 这对于南方来说啊 尤其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前些天呢 在雨水当中 南方多地都是比较湿凉的 江南一些地方 最高气温都是十几度啊 今天总算是回哥温暖了 不过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说白天温暖舒适 但是呢 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的 所以说咱们早晚外出 还是要注意适当的保暖 另外呢 在华北黄淮这一带啊 白天的紫外线非常的强 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而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 和华南等地呢 要注意防范雷电 另外呢 出发之前 一定要咨询好 相关的航班和高铁信息了 贝贝 好 刚才说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全国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有没有具体旅行目的地的 天气介绍呢 给我们推荐一下 好的 根据这个中国天气网 高的地图 还有中国旅游协会等 联合发布的 2019五一出行预测报告显示啊 今年五一十大最热出行地 依次为广州 北京 苏州 深圳 上海 杭州 南京 成都 天津和西安 那总的来说呢 假期期间 北京 天津的天气都不错啊 情多 雨少 适合出行 一早一晚外出 要注意适当的保暖 那江浙的这几个城市呢 天气也相当不错 阳光居多 非常适合出行 不过呢 是在这个成都 还有深圳 假期期间 恐怕这个雨水会长相伴啊 所以说咱们外出 还是要注意大好雨具了 我们先聊聊这儿 好 谢谢维维 给我们带来的天气资讯 果然啊 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 我们先说一下北京 如果大家想出门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展览 介绍给大家 昨天国色天香 紫禁城里赏牡丹大展 在故宫慈宁宫 向公众开放 七十种 一万五千余珠牡丹 在线花开时节 冻京城的盛景 紫禁城里赏牡丹 分为饮 送 造 品 四部分 精选了山东合泽 摇黄 卫子 豆绿 罩粉 四大名品在内的七十种 优质牡丹 与慈宁宫花园 林西亭南北花台的牡丹 相互辉映 十根牡丹诗词花柱 展示唐宋明清时期 牡丹诗词文化 发掘深厚的牡丹文化内涵 让观众在享受 视觉美好的同时 浸润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展览中 观众还可以通过 多媒体交互技术 近距离走进花的海洋 观赏到难得一见的 黄牡丹 黑牡丹 绿牡丹 白牡丹 还能了解牡丹知识 在花开盛世数字体验厅里 上千朵花艺作品悬挂于空中 观众进入时 花束在空中缓缓升降 在空中自由表演 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 清雍正帝以天下无双品 人间第一花盛赞牡丹 我国自古就有观赏牡丹的传统 牡丹雍荣华贵的气质 富贵吉祥的美好寓意 寄托了人们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据了解 本次展览展期至5月12号 观众凭门票免费参观 夏天的脚步渐渐近了 这也就意味着离云南人最爱的食用 食菌节的也越来越近了 那么最近的野生菌市场 到底是什么行情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云南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午10点的云南 紫牛肝和水白牛肝 价格在每公斤200块钱至500块钱不等 由于野生菌几乎算是靠天吃饭 不下雨或者雨水少 都会影响野生菌的产量 所以今年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间 还不太好预计 目前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 每天的野生菌总量能达到200公斤左右 其中每天都会有少量积宗 但是由于积宗产量很低 基本上都被北上广深等地的 星级酒店提前预定了 另外来自香格里拉的松茸 也开始少量上市了 前几天的价格在每公斤 1万块钱左右 哇 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比较贵 看看大家愿便于去尝个鲜 好 这个说到鲜美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野生菌之外 当然还有海鲜了 五一假期山东青岛 是迎来了大量生猛海鲜商 是引得市民真相购买 那目前的价格如何呢 我们去那儿的海鲜市场看看 上午10点 记者在农贸市场的海鲜区看到 前来买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 卖鲨鱼的摊位钱尤其热闹 小多25 还有这稍微小一点的便宜 小一点的有20的 有22的 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 因为最近鲨鱼大量上市 所以价格比一周前 每斤便宜了十多块钱 之前最贵的时候 鲨鱼能卖到40元一斤 而现在10斤以上的鲨鱼 每斤价格一般都在30块钱以内 而除了鲨鱼 市场上的小海鲜也备受青睐 买的鱼海荷之类的了 那么家里可以放了一点 可以吃点 天口鱼有16 15的 16的还有20吃把的 大的小的就是 舌头鱼新鲜本地的 20来块钱 25肉块钱 不过 受近期风雨天气影响 贝类海鲜一天一个价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 今年贝类海鲜的价格 普遍高于往年 都会高一点 往年的话 像这里赚上的海鲜 就25块钱就够了 今天就27吧 据了解 五一前后也是 虾虎肥美的时节 价格在美金35元左右 比半个月前也便宜了不少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 预计直到5月中旬 市场上都能买到新鲜海货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热带气旋 肯尼斯给莫桑比克 带来的灾情 根据莫桑比克官方 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热带气旋肯尼斯 在莫桑比克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41人 4月30号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世界粮食计划署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 在日内瓦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并就针对莫桑比克的救援工作 进行了说明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介绍说 4月30号当天 灾情最为严重的 莫桑比克德尔加杜桥省 彭巴地区 出现了降雨减弱的情况 救援人员正利用这一契机 以最快的速度 向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而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热带气选肯尼斯到来的时间 正值莫桑比克农作物的收获季节 因此 该国的中长期食品供应 令人担忧 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说 要全力防范灾区可能出现的霍乱疫情 据悉为应对此次灾情 联合国方面已经从应急基金中 向莫桑比克划拨了1000万美元款项 但联合国方面也指出 莫桑比克3.3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急计划资金 目前只有30%得到落实 热带气选肯尼斯4月25号 在莫桑比克登陆后 席卷该国整个北部地区 带来强风暴雨并引发洪灾 其中位于莫桑比克北部的 德尔加杜角省彭巴地区 灾情最为严重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之外 肯尼斯还损毁了大约3万5千所房屋 致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 目前联合国机构 正与莫桑比克政府一起 加紧展开救援工作 当地时间4月29号 波音公司在芝加哥总部 举行股东大会 同时因埃塞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客机失事 而失去亲人的两户家庭 对这个飞机制造巨头 也是提起了诉讼 这两户来自加拿大的家庭 在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起诉波音 起诉人之一马南维迪亚 在此次空难中 失去了父母 妹妹 妹夫 以及分别才13岁和14岁的两名侄女 代表另一户家庭起诉的 保罗 恩乔罗格 失去妻子 岳母和三个孩子 其中小女儿才9个月大 带离两户家庭起诉的律师说 波音的绝对傲慢 鲁莽轻率和懈怠 才酿成惨剧 他的律师事务所 会查遍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局之间的 每一封电子邮件和短信息 以确认波音的过失 在4月初 埃塞航空空难中 一名美国遇难者的家属 也已将波音告上 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 埃塞航空空难事故发生后 多个国家和航空公司 停飞737 MAX系列飞机 当地时间4月30号 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 维珍澳大利亚宣布 出于安全考虑 而调整波音737 MAX系列 飞机订单的机型数量和交付时间 将其中波音737 MAX 8型客机的订购数量 从原来的38架削减至23架 首次交付时间将推迟至 2025年2月 近日美国华盛顿 周西雅图市的一处建筑工地上的 塔吊突然倒塌 事故已经造成4人死亡 4人受伤 报道称建筑工地所在的园区 为谷歌公司的新办公区 现场目击者说 由于27号当天刮起大风 这处建筑工地里的塔吊 突然被拦腰折断 至少6辆在附近街道上行驶的汽车被砸中 再建的建筑物也受到损毁 负责救援的消防人员说 他们赶到事发现场时 塔吊里的两名操作员 和被砸中的汽车里的两名乘客 都已经死亡 并有4人受伤 其中1人伤势严重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据了解 工地占地约6万平方米 于2017年开工 预计将于今年内竣工 园区建成后将作为谷歌公司 在西雅图的新办公园区 眼下正值五一小长假 不可错过除了美景之外还有美食 今日日本最大规模的肉类美食节 是在东京开幕了 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 三十余家顶级餐厅 带着各自的招牌菜是齐聚一堂 为美食爱好者们 带来了一场盛夜 我们来看报道 本次肉类美食节上 除神户烤肉 鲜台牛舌等传统佳肴外 造型新颖 口味独特的创意菜品 成为亮点 这家店铺将牛腿肉切成薄片 以火制烤15秒 烤出多余油之后 肉片再与大米捏合制成肉寿司 新奇的造型与软糯香甜的味道 让肉寿司深受消费者青睐 此外 这道用油炸大蒜熟牛肉 与咸辣奶酪搅拌而成的 奶香里脊 也以浓厚多元的口感脱颖而出 探位前排起长笼 会场内的肉类美食单价 在七百至一千四百日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四十二元至八十四元 非常享受 皮酒也是本次美食节上的重头戏 这家来自北海道的酿酒商 在皮酒中加入青宁 红柚等颜色各异的果汁 在提升皮酒颜值的同时 清新酸爽的口感也起到了解腻的作用 由于菜品种类丰富 配套设施齐全 本次肉类美食节 成为日本民众五一小长假期间 出行的人气选项 预计到访游客总数将达到六十万人次 整体销售额接近四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两千四百万元 肉类其实是五周年 数据显示 目前日本人均肉类消费量达到每天90克 是海鲜类食品的1.3倍 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也倒逼行业发展 日本各地餐饮店铺 纷纷探索肉类美食菜谱的创新与融合 开发具有特色的创意菜品 或将成为日本肉类消费市场发展的 下一个方向 据路透社29号报道 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计划部长当天宣布 总统佐科决定将首都从雅加达迁移出去 离开人口稠密的爪哇岛 他说将首都从雅加达迁出 可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 目前政府尚未选定新首都的位置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北岸 人口约一千两百万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 人口饱和令雅加达在很多方面无法满足现代需求 存在交通混乱 空气污染严重 卫生条件恶劣的问题 加上地势低洼不时出现的洪涝问题 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总统佐科要求国家发展计划不就迁都问题正式启动研究 人口饱和以及水资源污染的问题 使得雅加达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首都 事实上这座城市在地理方面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迁都还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 我们来听一听CNB员陈倩在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说到雅加达的先天地理缺陷 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冲击平原 是这个河流汇聚之地 那一共有13条主要的印尼国内河流流经过这座城市 而因为水系发达 所以每当东南亚雨季来临的时候 雅加达便容易发生洪水灾害 同时在雅加达的城市地貌当中 最低处海拔是负2米 并且拥有超过240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低于了海平面 因此特别是雅加达的北部 是必须要依靠堤坝的帮助 才能够缓解海水的冲击 而可能不少人还记得在2007年 雅加达就曾经发生过灾难性的海水倒管 是造成超过50万人受灾 另外除了保随洪水的困扰之外 雅加达的地质其实是湿软泥土的沼泽地带 而这导致了地基松软 使得印尼首都下沉的速度 引起人们的警觉 那么数据就显示 雅加达每年平均下沉5到10厘米 而北部的海岸的下沉幅度则更大 达到了每年20厘米 使得雅加达成为全球下沉最快的城市 而不少的分析报告就预计说 如果按照如今的下沉速度 那么到了2050年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雅加达的城市地区都会被淹没 而回看历史 当年建都的时候 人们更多考虑到的是 雅加达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属性 而忽略了环境因素 如今当城市的地理环境风险 要大于港口带来的优势的时候 迁都的决定也许就能够被理解了 那么事实上从古至今 不少国家都进行过迁都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案例 不过目前有学者就提出说 或许巴西的迁都经验 能够作为印尼的一个参考 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 巴西是将首都从港口城市 里约热内卢 是迁移到了巴西利亚 这个内陆高原城市 而后者可以说是从一片红土荒草上 被新建成了一座拥有八个卫星城市 占地5800多平方公里的新首都 而在自然和人文条件上 巴西利亚的季后宜人 水资源丰富 但是地质稳固 是非常的适合居住 因此巴西的此次迁都 是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而当前对于印尼来说 当然这个是要因地制宜 但是目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确定下迁都的目的地 将是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 是俄罗斯的象征 也是总统府所在地 近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建成 170周年纪念日之际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首次披露了这座宫殿 显为人知的内部细节 克里姆林宫 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最中心的伯罗维茨基山岗上 由大克里姆林宫 兵器库 圣母升天教堂等建筑群组成 这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职典礼时走过的台阶 在2018年就职典礼上 普京登上58级台阶 穿过60米大厅 步入典礼现场 不过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 没有带领记者走这段台阶 还是通过一个铸铁的秘密通道 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内部 在礼堂旁边 有一段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走廊 经过走廊 记者来到了总统备用办公室 这间历史上 曾是沙皇尼古拉一室的办公室 现在是俄罗斯总统的备用办公室 房间打理得很干净整洁 日历显示的就是当天的日期 从总统办公室望出去 可以看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兵器库 和莫斯科盒 除了总统办公必须添置的物品 这里几乎完全保留了历史陈设 包括沙皇尼古拉一室的钟表 大克里姆林宫 是克里姆林宫中的主要建筑之一 由古老的安德列夫斯基大厅 和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大厅 连接而成 2018年5月7号 普京的总统就职典礼 就是在安德列夫斯基大厅举行的 与之相邻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大厅 也经常举办各种活动 在大克里姆林宫的二层 记者来到了正在修缮中的 格奥尔基耶夫大厅 大厅呈椭圆形 圆顶上挂着六个镀金枝形吊灯 每个吊灯重1300千克 圆顶和四周墙上会有巨型壁画 现在这里不仅是 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场所 同时也是俄罗斯总统 向外国大使授予国书的地方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我们首先去中国馆转转 中国馆无论是建筑理念 展成设计还是花卉植物 展示手法都融入了 中国传统田园和农耕文化 进入中国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来自 31个省市区各具特色的园艺植物 由于花期各不相同 各地展出的花卉都进行了特殊处理 确保162天的会期中保持鲜艳饱满 像北京展区我们沿用了最早的 那个糖花技术 把每一个不同季节的像 牡丹勺药 梅花 兰花 菊花这样 在温控的技术上 把它们在同一季节同时绽放 看完蒸奇豆艳的鲜花来到 祥和一居展区 沙漫 光影 数字影像 与实物相结合的 多媒体展示技术 营造了园艺文化 与影像图文相呼应的动态效果 在我身边展示的呢 是一幅数字动态的18显示图 走在这里感觉置身画中 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汉唐时期的花艺文化 同时也能感受到 自然四季的节律 和古代人文情怀 相结合的韵律 在这里啊 除了这些展品之外 整个中国馆的建筑设计理念 同样是融入了 中国传统古老的 绿色生态理念 中国馆南广场上 有一座下沉式水院 设计灵感来自福建土楼 与整体馆区 农耕主题呼应 同时它也是自然的 雨水收集系统 雨水经过回收处理 可用于管区植物的灌溉和浇灌 形成生态微循环 锦陵中国馆的是 中华园艺展示区 全国31个省市区 及港澳台地区 都在这里建设了 自己的展员 体现了各居特色的园林园艺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几个特色展员 作为主办方城市 北京园一改往常聚焦皇家园林 选择从小院落看大北京 展示了胡同 四合院 红墙等北京名片 开园阶段 还通过花期调控技术 使玉兰 牡丹 韶药 海棠 月季 菊花 辣梅等 代表北京气质的标志性花卉 同期开放 营造万子千红才是春的美景 亭堂 谢方 是苏派园林标志性建筑 他们弯曲回转 形成的环形路线 配合相应的植物 将江苏园打造成 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观区 谢和方必须要依水而建 园子中央蜿蜒曲折的水系 得有太湖石搭配 整个苏州园 用掉的太湖石达到1200吨 再加上黑松紫薇 罗汉松 五真松 红花继木 白蜡等苏派盆景 点缀其中 俨然一幅湿化水箱 水流出村口的地方 形成的园林 就是水口园林 安徽园还原的 就是这样一个 原汁原味的 灰州古村落 这座三间四柱五楼的石雕牌楼 将灰派建筑中的 灰州三雕 石雕 砖雕 木雕 体现得淋漓尽致 来自安徽当地的 窝竹 大别山硬山红 黄山杜鹃等特色植物 也都点缀园中 水口园林 是一个民间的公众园林 是邻里间和木共生的体现 在云南园 从南向北 根据云南各地不同气候 不同海拔 形成的十二景当中 也能看出不同民族地区的植被特点 带族风格的门楼 与之相配的 一定是热闹的阔叶植物 而在大理白族的民居周边 栽种的 则是山茶花 玉兰花 还有铁皮石壶 在模拟金沙江 蓝苍江和怒江 三江并流区域 则栽满了不同品种的高山杜鹃 十二景描绘出多彩云南 昨天呢 我的同事也变身实习园艺师 给我们讲述了 诗园会绝对的主角 植物们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今天要体验的是园艺师 我们一起来从专业人士的角度 看看北京试园会的这些珍惜植物 北京试园会是历届 A1类试园会上 参展方最多的一届 也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园艺盛会 这里可以说是 汇催了全球的园艺精华 北京试园会的植物馆里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千多种植物 我给您梳理了一下 带您去看五种植物之最 走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树林 它们是水陆两栖的生存高手 可以称得上是 北京试园会上 最具生态价值的植物 红海蓝是红树林的典型代表 红树林不仅是 候鸟的重要栖息地 也是沿海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一带 它们还能防风固低 称它们是海岸卫视 一点都不为过 大部分植物都是在枝头开花 但是火烧花开花的位置 非常独特 它是在树干上开花 这是因为在热带雨林中 在顶部茂密的枝叶上开花 不容易吸引到昆虫 来传播花粉 这就是北京试园会上 最毒的植物 剑血蜂猴 如果身上有伤口 又不小心接触到它的枝叶 就会有致命的危险 雨林中的仙人发现了 对它这一特点 因为它的枝叶是从毒剑 用于打猎 所以它也叫剑毒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青果蓉 它是北京试园会上 最高的植物 高达19米 它来自云南的西双百纳 为了保证它运到 植物馆之后还能成活 我们在它的根部 保留了很大的土球 为了防止水分蒸发 还去掉了所有的叶片 但是它的生命力很顽强 来到植物馆几周之后 就又长得枝繁叶茂 这种憨泰可植的树 叫尼勒树 它是北京试园会上 最胖的植物 它的树干直径 大约有1.5米 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树林 却像百年大树那样粗壮 树干中存满了水分 即使一年不下雨 它都不会受影响 而且在没有根的情况下 你乐树也可以长出叶子来 在此次北京试园会上展示的 新优花卉品种超过了1200个 有300多种珍稀宾微植物 共同亮相 这在试园会历史上 还是尚熟首次 很多珍稀的植物 也需要通过特别的手段 来呈现给大家 我身后的这个 是颐和园的盆栽古柜 有着近200年的树林 经过了五代园艺师的精心养护 目前仍然生机盎然 是颐和园的活文物 由于颐和园地处北方 气候条件并不适合桂花的自然分布 所以园艺匠人们 将桂花从南方引种 并栽植于盆栖中 冬季入温式月冬 经过几代花卉园艺师的摸索 填补了北方地区桂花养殖领域的空白 同样得以传承的 还有陕西馆的老子手植银杏 有着2600多年的历史 技术专家通过微型扦插的方法 从而获得了完整的植株 因为银杏是木本的 它这个扦插很不容易 这个主要通过扦插 它获得了和木本一样的 这个用量基因 和保持掉它的基因库 我左手边的这个植物叫绿绒蒿 是雪域高原上的珍贵植物 在新马来亚地区 众多的高原植物中 是明星物种 有着高原美人的称号 以前这种植物 只能在高原生长 现在经过不断的探索 和人工培育 这个西式之花 首次在平原地区得以绽放 据了解 有着高原美人之称的绿绒蒿 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 为了让绿绒蒿顺利生长 北京植物园将所有花苗 都放在祖培室里封闭培育 夏天白天最高温度 控制在25度以内 夜晚降至16度 科技的手段 拓展了植物生长的边界 也让试园会的观众 能够一睹珍惜植物的风采 今年的北京试园会 在给游客带来了 奇花异草和珍贵物种的同时 也向游客展示了 科技与园艺的结合成果 众多新技术 新设计的应用 让试园会科技范儿十足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叫做延生花园 上面的植物是在延石表面 或者非常干旱 或者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 而在这个土层的下面 是用科技手段模拟了一些 适合它们生长的气候 延生花园是北京试园会里 上海园用科技展现生态的一部分 上海园中的另一处视觉焦点是云巢 云巢的构建设计和搭接方式 都是利用参数化算法 由计算机生成的 在云巢内部 运用低管栽培的生物技术方式 凸显了植物风貌 与科技融合的空间感 除了静态的园区和建筑 在北京试园会内 一台台巡游的花车 也是格外引人注目 绿雕千叉技术这块 是通过然后咱在花车上做的一个 就是包括这个种植机子 然后通过咱那个血盘苗 就一根一根的 大概一平米有1200根 这个植物然后插到里面 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个 然后使养 使它然后就成活 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每辆生态花车长10米 宽5米高6米 需用新鲜花材近20万株 由于采用了从古至今 延续下来的中国唐花技术 也就是花期调控技术 花材能在长达162天的会期 持续开放 同时所有生态花车 均采用新能源无线遥控技术 也就是无人驾驶 这在国内生态花车中 上述首次 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 红枣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红枣生产国和出口国 红枣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占世界的98%以上 目前全国已经形成 新疆 河南 河北 山东 山西 陕西 六大红枣主产区 2005年以来 随着我国红枣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迅速增加红枣价格波动剧烈 近两年红枣价格更是持续走低 那么目前枣农的收入情况如何 接下来我们就去我国最大的 红枣主产区新疆看一看 汪骏是新疆阿拉尔市的枣农 今年家里90亩枣原 一共产出70多吨红枣 现在还有将近一半没有卖出去 剩下的红枣被加工成干枣 储存在冷库 虽然经常有来看货的收购商 但价格一次比一次低 汪骏说 去年10月底红枣刚上市的时候 原早通货价格能卖到 每公斤6元钱左右 但之后价格一路走低 目前已经跌到了4元钱左右 这还不够它的成本 今年的话跌破到历史最低了 按照这个成本来计算的话 也就是我们价格是卖不到6块钱 基本上是不会盈利的 数据显示 2017年新疆红枣产量接近275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48%左右 相比2010年的57万吨增加了近4倍 产量大幅增加造成价格大幅回落 2011年红枣的价格为 每公斤30多元 2014年就跌到10元钱左右 而目前在5元钱以下 以前价格好的时候 就是天天就在枣子里面天天干 现在价格有些东西就不想干了 不想管理了 也挣不了钱 由于红枣的行情低迷 在新疆地区大部分红枣加工企业 今年的销售进度要明显慢于往年同期 而为了应对红枣价格下跌的风险 一些企业也在业务方式上做出改变 位于新疆的一家红枣加工企业 正在进行红枣粗加工 经过筛选 清洗 烘干 分减等工序 原枣就可以直接变成市场销售的干枣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批红枣是帮枣农代加工的 以前他们都是以自己收购加工为主 而近两年随着枣价下跌 他们改变了业务方向 70%是代加工 30%是自己销售 因为代加工这块 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收益 反而就是说我们自行收购加工销售 可能这块的收益还不确定 据加工企业介绍 今年可以明显感觉到红枣加工量增大 从去年10月份新一季红枣上市以来 不仅价格一直处于下行通道 他们的销售进度也要明显慢于往年同期 去年到同期的话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走到200多吨 到现在的话我们也就走了 也就是个120多吨吧 据了解 红枣加工有着季采年销的特点 也就是每年10到12月为集中采购期 销售则是在全年 不过随着红枣的价格低迷 一些贸易商为了减少成本压力 开始采取随用随采的策略 这也是加工企业走货缓慢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红枣市场是供大于求 早价持续低迷 利润空间收窄 产业链上下游的避险需求强烈 昨天也就是4月30号的上午 红枣期货正式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这将给整个的红枣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随着罗声的响起 我国首个干果类期货品种 红枣期货正式上市交易 主力合约1912开盘价为每吨8900元 相比基准价每吨8600元 上涨了每吨300元 据政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红枣期货选择的基准交割品 是目前国内产量最大的灰枣 年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吨 作为一个期货标的 它具有耐储存 价格波动性比较强 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特点 据了解 行业内一般将红枣按照单个果重量 糖分 水分 外观等分为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等级别 而除了国家标准 各个企业大都设有自己的标准 这就造成了标准的不统一 不规范 质量参差不齐 而红枣期货的上市 在交割标准上有了明确的规定 有助于产业链统一质量标准 期货有了这样的标准 上一段时间枣农 就会按照这个标准 去种好自己的枣数 企业和加工厂 它就会参照这个标准 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红枣 引导这个行业的规范化 标准化 制度化 据介绍 红枣期货上市后 枣农还可以通过期货加保险的形式 来保证收入 同时企业主体 也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降低风险 红枣加工企业则表示 红枣期货上市后 可根据销售节奏与市场需求 结合期货现货两个价格 实现精准采购 可以为红枣企业和广大枣农 提供定家和汇险工具 促进红枣产业健康发展 还可通过合理设定交割质量标准 引导红枣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方式 提升产品的标准化水平和附加质 充分体现红枣的价值 促进红枣产业转型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